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PREX的一个简报的放本 那因为现在网路速度比较慢 所以我就直接录下来了 在这边 你可以看一下像这个 这个是我直接把那个操作过程录下来 你看其实我们因为一直被那个一页一页的简报限制住了 你可以发现像这样的方式有没有比较不一样 对不对 谁说简报一定要一页一页慢慢翻 它也可以搭配什么FLASH 如果您问FLASH的话可以做一些动画进去 这样大家了解了 我们再看几个其他的 事实上它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把整个你所想要表达的放在一张很大的纸上面 那你去位置 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所以你 退到最后面就可以看到一幕咬蓝你所有的思考过程 还有你想要呈现的方法 你会发现我们虽然有这样ROOM IN RUN OUT的动作 但是ROOM IN进去字是不是还看得清楚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这个只有搭配那个FLASH的动画 把它点了 跑过去了 这样大家了解了 好 好 我们就来看看 事实上呢 我们蛮鼓励各位 其实可以的话您可以到什么 像我们刚刚有看到好几个 对不对 您可以到他网站上面 他有个就是 专家的 网路上的比较多人看的 他上面很多都做得很不错 去学习 多看 你就能够突破 简报的框框限制 因为你没有看过别人 有时候 因为你用太久微软的东西 你跳不出那个框架 当然啦 如果你坚持 一定要用微软的 他也可以汇入PowerPoint 我这里有放一个 这里 你看到下面 这里 我有特别汇入PowerPoint的PDF或YouTube的 因为 微软的简报 你可以一页一页成绩 也可以像这样 有没有 绕成绩圈圈来呈建也可以 他进去的时候 会给你就是选择说 你想要用什么方式呈建 所以也可以 也是一个方式 如果你坚持一定要用 简报 我不想再做新的这些汇进去 也是OK 好 那我们就再来往下看 你看完了刚刚那个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真的要来试看看 各位呢 你就先用我们这个 刚刚的那个叫做桌面版的那个软体 我在这边我直接切过去 进入之后呢 直接把这个打开就好了 那他一样会问你刚刚 你注册的帐号密码 好 事实上你在线上做也可以啦 可是现在可能会比较慢 如果你在线上做 就是这里有个叫New Place 点一下 好 那因为现在没有人用 只有我用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点 好 我看这个 有没有 这个 这里有个帐号 我就直接先继续试用 那么你一进来之后呢 其实 好像简报都一样 因为你会委任的 有没有很多范本 有吧 他就给你很多不一样的范本 这样了解的 事实上这个范本 一段时间都还要再增加 但是说真的 用到后来 我就喜欢用空白的 为什么 因为空白的你才可以自由发挥 对呀 对不对 有范本的反而限制你的想象空间了 你就被它限制住了 但是刚开始没关系 你选择一个你想要的 好不好 好 那它有3D的 表示就是它有一个背景图 有一个背景图的 像我们刚刚那个 我们刚讲的Google文件的时候 有没有 Google云到英典的 就是有一个云的背景图 像那样子 那就麻烦各位 你先随便挑一个 好不好 来 我把后面关给你 好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是线上的 然后呢 这边 有没有都一样 这个是 desktop的软件的部分 都敢换了 所以你选择一个你想要的 好 比如说我这样按 选择 好 进来了 哇 第一个大光光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大家觉得 看了有没有觉得好熟悉 因为这个跟简报一样嘛 它也是一页一页的啊 只是插在什么 它是整张 有没有 那针对不同主题 这样子去做 你可以看到一二三 对不对 这就是它播放的顺序 好 播放的顺序而已 那我建议老师呢 一进来之后 你真的先present一下 就是 请气化嘛 到底那个是什么效果吧 那你要操作的话呢 从 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从下面这里 一个是在右手边 有没有一个后 好 那其实 你也可以搭配 像我们老师 简报已经用到快烂掉了 可不可以用空白键 下一页下一页啊 也可以啊 这里也可以空白键 有没有 事实上它也可以搭配方向键 你可以自己试看看 那就是像这样 你先玩一下才知道它怎么动 不过说真的 当你动得很快的时候 会头晕哦 为什么 因为一直跑一直跑啊 所以其实平常我不会很喜欢说 一次移动那个范围很大 好 你先了解一下 那第二个呢 你会遇到有最大问题 Place虽然我都讲得很好嘛 对不对 但是它是有 有部分 小缺陷 可能目前还不是很好的 最主要就是中文 中文如果像我们 这么多人在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中文是打不出来的 预设也打不出来 那第二个缺点 中文它有缺字 这是最大的麻烦 你可以打中文之后 我要打中文的时候 可能会缺几个字 比如说说明的说明的说明 很好笑吧 还有什么 像那个 有几个字会没有 就是很讨厌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没有的字 你该怎么做 好 那您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好了 先看一下怎么样变成中文 你从右上面这里 这里 这个叫做template 一般我们发作 布景主题 布景主题 像我们刚刚那个叫 选半本嘛 对不对 选半本 那这个template 就是说 选不同的 那么中文在哪一个 预设的 它是不能打中文的 它最近有改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改成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进军对岸 所以把中文拿掉 因为它以前只支援反体中文 没有支援简体中文 哈哈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以前这个它是叫中文 那现在改掉了 好 改成这个名字 但是你点了这个之后 就可以打中文了 所以你刚刚 一开始刚刚有老师试了 欸怎么不能打中文 就是因为没有选这个的关系 好 那选了之后呢 它的样式会有一些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 原本的颜色是这个 对不对 你现在选中文之后 它会变有点类似 像右手变韩文一样的 好 所以你看喔 我把它选了之后 不用按什么开关 再点一下上面就好了 再一次喔 先点别的 再点这里 有没有发现这里颜色不一样 欸这样就可以了 好 现在点这里 有看到了吧 中文是不是可以出来的 但是我刚刚讲的 说明的说 出不来 我有打 下面有吧 有字对不对 但是出不来 好 你可以先试一下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两个 一个就是 你先选了范本之后 你先浏览一下 你才比较知道说它的样 因为你现在刚开始用嘛 所以 不用太急 先试着 用它的范本 玩看看 等玩一段时间之后 你想 欸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了 你就可以试着来用空白的 因为用空白的 你可以更好发挥 好 那刚刚老师已经呢 就是稍微试了一下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个 你已经会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会套用范本了 也会打中文字了 没有问题 那 这里呢 你打字 字的部分 一般来说 我们主要有分成三个 其实我们在解画里面也是一样 你看它上面 你随便点到一个地方 这上面都有 这里有没有 一般就是大标 次标跟内文 其实 虽然没有翻成中文 但是我们一看就懂了 那 文字的大小呢 在这里 颜色在这边 好 然后呢 你这个打开 这里就还有什么 就是对齐 有没有 自左自中之右 这个应该都OK的 好 这先收起来 那这里就有一个 您可以来做调整了 如果 因为我们只要套用了 可以打中文的那个 所谓的样式 就是那个 布景主体之后 最大的缺点就是 文字都变成这个颜色 有没有 是不是都蓝蓝的 可是你不见得喜欢 那怎么办 请你来这里 从这边 虽然我选择中文 但是呢 我可以从这边 下面的 有没有Custom 你可以自己制定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存下来 比如说我以后就比较喜欢 另外一种色系的 因为虽然你可以 每一个标题去改颜色 但是你要每一个都改 你不可以吗 我是觉得很累 所以我只要一次设定完就好 你可以来这边 Customize 制定一下 那它里面呢 就可以让你去制定 比如说背景的颜色 那如果你有那个背景图的 你也可以去选 可以选 然后最多有三张背景图 但是建议各位 如果你要有比较好的效果 最好你的那个背景的图片 最好有2048以上的解析度 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这种简报方法 是不是会封印 你如果解析度不够 封印 会有点什么 这个是小缺点 所以如果你要背景图片的话 这个留意一下 那我们往下咯你看 有没有标题1的颜色 标题2的颜色 8的颜色 是不是都有 你就直接从这边去设定成你想要的 事实上跟我们真正做简报都一样 只是现在呈现方法 用的工具不同而已 好 另外呢 那你看圆的颜色啦 这个 有没有箭头的颜色 marker的颜色 是都可以先设定好 所以你可以 虽然选了中文 但是你透过这边 改变完了 就可以直接全部一起变 好我现在就先大 OK 那一进来之后呢 中文没问题了 你看 你可以直接编 编完之后 你点到旁边 有没有发现 放大 缩小 因为这个是向量的 所以没有问题 那你要移动就这样 没有用到手也是可以移动 好 那甚至呢 你旁边直接这样缩断 这个大家都会 所以不用讲太多 很快嘛 对不对 N度里面电 在这里 好 那我现在做了一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点到这里 一样点进去就好了 那这个 这样就OK了 所以输入文字的部分 你已经会了 那你有超年解怎么办 诶 简报里面 很多老师可能有用简报 诶有超年解 那其实 超年解很简单 只要什么 只要这种开头的就可以 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连结 就是以网继网路为主 对不对 所以你的开头 如果是这个 它就自动变成超年解 可是这里会遇到一个小小的问题 五违连结 热肉的 很难看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有两种方法 要么你就把那字弄得很小很小 对不对 也可以 反正你知道那是超年解就好了 另外一种就是用所谓的短指 所以我这里有没有提 有一个另外一个关键字就是短指 Google又做这个服务 就是把网址缩短 那你这样会在呈现上会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找一个咯 比如说 比如说 好假设这个好了 我们学校的 那我把这个 网址把它复制起来 你直接来扣一个短指 你找关键字短指就可以了 Google短指 你如果没有加Google 那当然就是有很多服务都有 反正都一样 来 好看到了 有没有 OK 那你就把你的网址把它贴进去 不过说真的 那个短指 有时候也是 有安全性的风险 因为用成那样之后 没有人看得懂 对啊对啊真的啊 所以自己看得懂比较重要 有没有发现 这边它要问你那个问题吗 呵呵 这个很难欸 我每次都觉得 不是很容易 NECUMA WAS 好 这样它就自动把你扫进一个短指 有吧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起来 那这样子呢 你把它贴到这里面 它就会自动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超约阶 那你在这边不会 你要按Present 就是编写的时候点一下 有没有发现连过去了 这样了解 所以超约解原则上是这样去使用就可以 虽然它不一样的 看起来不一样的网址 但实际上还是会连过去 还是会连过去 只是说 如果说真的 各位看到网络上 类似这种怪怪的连结 不建议你一点 呵呵呵 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要点到哪里 你看到不出来 对不对 那一定的运算方法 好 OK 所以超连结也会了